哈囉大家好我是騰騰我們今天要來玩的這款遊戲叫做修修海島 我們今天會來分享一下這款遊戲的新手開局攻略 然後也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遊戲目前是可以用的 禮包法序號 好他們先開了這個遊戲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攻略好了 這樣的話在前期發展上會比較快速一點 那這邊的話會有一個新手的進階指南 那一開始的話等級相當重要那這個其實是 大家都知道嘛 那開局的話是可以參考他的這個小tips 你開局的話就你不一定要直接先抽卡 那你可以先買金幣 然後升級卡牌等級至5等之後 那這個卡牌等級就是你可以抽到比較高機率的卡牌 再開始抽卡 之後儲值的話如果你有想要課金 可以買這個金幣還有加速券 那下方這邊還有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是比較進階一點他是不同的這些功能使用注意 那關卡的話就是主線 但打不破的話是可以換一下有 以抗一些效果的裝備翅膀 那絕對的話是打一下這個實力比較弱 然後要研究這個抗性 抗性相當重要 會影響非常多的傷害 再來領地的話領地 這個資源的排名是從金塊 卡牌到鑽石 那這邊的話就是他目前有出的這個 這個新手攻略 好那麼就照著他的這個攻略來稍微試玩一下 那他說一開始先用這個鑽石 先鑽石來買一下這個金幣 買了金幣之後就可以來提升我們的卡牌等級 可以看到我目前抽到的這個最高品質裝備是這個 A級裝備 升到這個1等之後呢 就可以讓我們的S級裝備 變成 有一個這個叫什麼 0.2%的屬性 這邊要加速還是要 那麼的話鑽石直接沒了 那我們在這個時候的話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款遊戲的禮包碼續航好了 好那麼首先先點擊左上角的人物頭像 那接著呢在點中間的這個兌換嘛 好那麼接著輸入第一個 VIP 6666 VIP4個6 好那兌換的話就可以顯示兌換成功 好那下面一個是 FRE3個8 FRE3個8 好那最後一個的話是這個 NAX 然後 1111 A AX 4個1 好兌換的話那這個好像是要到15等就可以兌換了 等到你們之後練到等級15再去做兌換就可以了 好那他這邊的話他說把我們的獎勵送到信箱嘛 我們來信箱這邊看一下 首先第1個 送了鑽石還有卡牌 那這個遊戲跟那個蟲蟲蟲蟲的那個是差不多的 都是一直抽卡然後可以抽到一些裝備 這邊也是有卡牌跟金幣 那我們這邊的話是已經有拿到一些這個 鑽石 來稍微 一個提升加速一下 現在還有1分多 1分多啊我們直接升滿 那這邊的話加速 加速卡直接用 這一張是可以加速5分鐘 我們就用3張 現在已經沒有加速券 哇 那麼這的話現在就只能夠先抽卡 先抽著 然後比較好的武器的話就可以把它換上去 不過他這邊的話是沒有直接跟講說他的戰鬥力是怎麼樣 你要去看說每一個屬性 如果說他可以把這些數值統整成一個 數字然後比較大的話就直接換 就是覺得會比較方便一點啦 不過他這個可能也是要讓你能夠花比較多時間 在比較你們抽到的這個屬性上 好那我們接下來第二張這個藍色的褲子 好武器那像我們新抽到這個低級武器就是比較弱的 那我就先不要把他換上去 然後他每次抽卡的話都會獲得一些經驗值 然後你把裝備不要的裝備賣掉的話你就可以獲得金幣 那有金幣的話就可以 去這個 提升我們的這個卡牌等級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玩法 蠻簡單的啊 這可以滿足那種喜歡 有點類似賭博遊戲吧 可以一直抽卡滿足自己的那個 感覺抽中的話就 運氣很好 而且這種一直抽卡 一直抽一直爽 而且重點是不用儲值 不用花錢 好那你看現在我們的副手 所以他這個上方的人物他都會根據你所穿戴的裝備 有不同的外型 我們直接抽到A級褲子 他這些還有附加不同的屬性 那這個比較可惜的話他就是沒有辦法弄一個背包吧 可以把一些比較好的裝備給他先儲存起來 那可能之後在應對關卡上會比較 一個 沒有可變性 還是說之後會開起來 好那我們現在來出錯一個 那簽錢的話就盡量照著他的這個主線任務去做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是想要比較 開局比較順利的話是可以照剛剛的攻略 你就要花比較多時間 先把他這個等級升到5等 那一開始應該是 先不用買那麼多的這個 那我們現在還沒有開商店道具 所以說還不能買這個加速 再抽兩次卡 這邊抽一次 一個B級褲子 這邊屬性都比較低 所以說 在兌換的話是 沒有權念 然後副手 這邊他防禦就比較低一點 C級帽子 他生命值跟攻擊力都比較高 但是防禦跟魔力的話就是比較還好 那我們這邊還是先兌換一下 我覺得攻擊力還是比較好一點 這邊D級戒指 這邊不需要 C級的衣服 這邊也不需要 那我感覺都是一直在做重複的事情 我們來看看這遊戲還有什麼其他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限時活動 這邊哇 抽了5000多次 這個抽的話不知道花多久時間 但是不是單純抽你要去做比對 這邊卡牌基金 你看只要儲值個330就可以一直狂領 一直領的話你等級會一直升 呈現一個無限循環 這邊的話 還有很多功能都還沒開 那我可能要多開一點 我們就趕緊加速這個抽獎速度 前期的話基本上這個裝備是都可以直接把它賣掉 因為說你到後面的話其實也是要替換掉 所以說不用很在意在比較這些屬性上 你看像我們現在就已經開啟了一個 關卡 這邊比較不好的都把它賣掉 還是蠻直舉的啊 我們的護肩 現在還插腰帶跟項鍊 我們腰帶 小B級 那我們的話比較重要的話是可以去打一下我們的主線關卡 而且他說你剛剛也看到嗎 他的那個 如果說他裝備比較好的話你還可以出售的話他會先提醒一下 那整體的戰鬥也是呈現這個 回合制戰鬥 馬上就直接秒殺了 一隻二 因為我們的主角這個法師喔 戰鬥畫面也是相當簡單 有什麼其他的技能可以使用 單純就是能力值數值的對方 傷害其實都差不多然後有時候會爆擊有一些 和一些額外的屬性加成之類的 好那我們看看這個等級3就已經升級成功了 我們這邊的話可以把它升級升上去 我們現在還是等級3啦 鑽石還是不太夠 那你們就可以繼續這邊抽卡 然後就這樣一直玩下去 好吧那我今天的這個 修修海島的新手開局攻略介紹 及理方法序號兌換領取教學分享 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囉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 大家拜拜